还有这个复选大将就是连胜文 去年在这个五都大选遭枪击之后 今天他首度南下高雄 帮立委候选人罗世雄站台 而保全也是一路的紧紧跟随 另外有这个对手管病 他因为生病了骚瞎 他退出了说故事光碟 来当作文宣迎战 连胜文站台力挺同党立委候选人罗世雄高喊动算 因为上一届立委选举罗世雄说 因为对手的奥布让他以2000票意外落选 好友连胜文南下相挺 旁边有两名保全人员绷紧神经跟得很牢 还有四名刑警借户 连胜文说这是他遭枪击后第一次到南部站台 虽然心里有点担心但还是要来 因为罗世雄当初第一时间探病 让他很感动 报答你当年的不远千里而言 在雪中送蛋来关怀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蓝营有连胜文站台 罗世雄的对手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管碧琳 则是打出温馨牌 因为在元旦期间管碧琳感染流感住院 现在痊愈了 为了感谢选民支持 他录制《为你朗读》又生光碟当作文宣 最后决战时日的时候 让这一片CD替我出声 替我发声 你的胆子真不小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要跑 讲成语小故事 还讲原住民的故事 选战倒数 蓝绿候选人拉选票 得要各自出其招 简盘年秋显雄 高雄报道